第一次来山西古椒啊 古椒有什么特色美食啊 知道的朋友帮我推荐一下啊 古椒今天下着雨 这边有个坟河明珠商业广场 还没吃早饭呢 这边有个好想来零食 走 进去逛逛 买点吃的 先店一店 我还真没逛过这种专业的零食店 一进来看到他们有句广告语 说什么好想来好便宜 一件也是批发价 老板 一件也是批发价 真的 那挺好的 零食总的还不少啊 确实要比其他便利店便宜一点啊 你看这个以保空中水 我记得是卖两块一瓶 这个娃哈哈是卖一块五到两块 拿瓶娃哈哈 这边是啥 鸡爪吗 哦 鸭爪 行 拿几个啃着玩 这个手势面包看着挺好 拿两个 这是蔓越美味 诶 像这些可乐雪碧是特价商品吗 确实比其他便利店便宜啊 一般好像是卖两块五三块 两块多 好了 再拿瓶雪碧 这边是一些薯条薯片 一块八 一块八 这里是一块八啊 拿两袋 我要不要拿一个海底捞制海锅 27块八 好像是要比其他超市便宜了 这边是9块八的什么墨小鲜 听说过包仔饭 那这可以啊 行 买回去 诶 这不是青山吗 你好 谢谢 你好 你这么大的网红 也来好想来买零食啊 经常来逛 想吃到零食就经常买 你这么大的网红 快得开一个好想来啊 这么大开不起 现在他们家公司有这个六个零政策 要合适 加入零管理 零运输 零培姓 零附 零选址 这么好啊 对啊 你可以到我们古雕店的这个好想来来咨询吗 这是古雕店 对 这是古雕店 你想知道我请你 刚才逛了逛好想来啊 最近我也发现这种临时铺子在大街小巷开了很多啊 这两年特别火 如果我想加盟一家或者开一家 大家觉得怎么样